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12集 这是一期关于自然风光摄影的实力操作教程 我会解释整个后期的思路,修图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法 这里边汇集了所有与自然风光照片相关的操作小技巧 这是一张我在洛杉矶拍摄的日落照片 没有使用三脚架,采用手持拍摄,并且也没有使用任何外置的滤镜 是一张简单的风景照 当天日落时,天空的能见度不高,画面显得很不通透 又加上是在海边,所以水汽比较重 让照片中的光线看起来比较平,颜色没能跳出来,缺乏层次感 这也是我要在后期中去重点解决的问题 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使用Luminar 4 为这张照片调色,让它重获新生 这张照片的基础曝光和白平衡都比较正 所以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降低高光,让水面和天空白色比较多的位置还原细节 增加阴影,让岸边的石头细节多一些 智能对比功能不要使用太多 这里只做基础对比度的调整 之后主要是在其他的工具当中来提升照片的层次感 日落时常见的问题就是天空和地面的光线相差很大 地面和海水的颜色本身就比较深 天空光线就会比较亮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可调渐变工具来压暗天空 还原更多的细节 云和天空的颜色都得到了恢复 并且还可以单独调整天空部分的白平衡 进入高级对比度功能 分别对阴影和中间色调的对比度进行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在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在光效当中调整过多对比度的原因 在高级对比度当中 可以更好地控制不同位置的明暗度 使用智能天空增强器 让天空部分的颜色再增加一些 同时让云的部分更有层次感 地面部分和海水的细节比较多 使用细节增强功能可以突出更多的细节 同时增加局部的质感 增加了细节和对比度之后呢 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会产生少量的噪点 特别是高光部分 我们稍微用一点降噪功能 来去除天空部分的噪点 来增加通透度保持干净 拍摄当天的水汽很大 整张照片呢会显得雾蒙蒙的 在风景增强器这个功能当中啊 我们可以进行除霉设置 它可以同时做到去掉雾霾 增加整体的对比度 增加饱和度等等效果 当然呢 它也不太适合使用的太多 这样呢会过分的放大照片当中的细节 就会显得很脏 不通透 为了增加日落时的氛围呢 使用黄金时间这个设置 可以让照片笼罩一层金黄色的光 来模拟日落时的颜色 为了保证照片的真实度 我呢就少量的加一点点到为止 使用了黄金时间之后呢 左侧山坡上的植物就会变得太黄了 使用绿叶增强器 还原一些绿色来丰富整体的颜色 在创意面板中找到灰光设置 用它呢为天空部分增加比较柔和的光 进一步的增加照片的整体立体感 和还原气氛 接下来呢就是颜色的增强了 主要是为了增加天空中日落时的粉色 现在呢看上去比较淡 会显得画面左边比较沉重 通过增加彩度和暖色这两个设置啊 可以稍微的增加一点颜色 使用颜色对比可以更突出照片当中 粉色和红色的部分 在单独暖色调整当中呢 再次的增加暖色部分 可以看到所有的暖色部分呢 就都得到了增强 接下来呢进入局部调色步骤 意图呢是分别改变高光和阴影部分的色调 高光部分增加粉色来渲染日落的光线 阴影增加绿色来还原本来的自然感 这样做呢会让拥有太多粉色调的部分呢 得到还原 例如海水和左侧岩石的颜色呢 就被校正回比较正常的颜色了 最后一步调色 可以选择颜色滤镜工具 我这张照片的缺点是 当天日落时呢是多云天气 导致整体的颜色呀 不够丰富添加一个颜色滤镜呢 可以让照片增加某种颜色效果 接下来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如果仍然觉得立体感不强 可以回到基本功能界面的光效设置 进入高级设置 通过曲线设置呢 再次对照片整体的对比度进行调整 将左侧的暗部拉低 提高右侧的高光部分 这就是最常用的S曲线设置 大多数的风光照片呢 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去调整 最后呢可能会需要擦掉一些不需要的元素 进入帆布界面 选择橡皮擦 点掉海滩上的垃圾 还有一些颜色不统一的树叶 点击完成自动退出橡皮擦 到了这一步呀 有可能你会想到 哎我要回去微调一下之前的设置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 怎么这些设置都没有了 那是因为此时我们所在的涂层 是刚刚橡皮擦工具自动添加的新涂层 在界面最上方呢会显示 此时此刻所处于的图层名称 切换到照片层 这样就可以看到那些之前操作过的设置都回来了 在导出照片的时候啊 别忘了回到层界面 勾选那个橡皮擦图层 选择自己想要的图片格式和尺寸 就可以完成导出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